All we need is somebody to lean on 用经济学的思维更靠近财务自由 大家好 欢迎来到巴斯星际世界 我是巴斯 今天咱们还是来聊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热门话题 银行存款利率 最近这几年银行存款产品那是简直风云变换 存款利率频繁调整高息产品限量甚至下降 搞得大伙们心里没有丝毫踏实要说白了 就是我们这些老百姓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了 首先咱们来说说大额存单吧 这可是过去两年历很多储户的最爱 收益稳定利率也比普通活期存款高出不少 可就在大伙对他青睐有加的时候 银行竟然开始行动了 据说民生银行招商银行 都传出要停售半年期以上的大额存单的消息 以至于其他银行呢 要么是直接降低大额存单利率 要么是收紧发行额度 总之就是百般阻挠 目的无非是让你我这些小市民买不到 除了大额存单另一个曾备受大家追捧的 便是智能通知存款这种产品期限短 灵活方便在大伙中也挺受欢迎 可就在最近光大银行 中信银行 平安银行 博海银行等陆续传出 要下架智能通知存款产品的消息 听说5月15号以后就彻底没这个产品了 那么各位有没有想过 银行为什么突然狠心下手 把这些高息存款产品一个个都扫荡了呢 原因就在于银行自己也捞不到多少油水了 房贷利率条低贷款利率也在走低 银行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 他们自然就得开始打我们这些储户的主意 给咱们发放的存款利率 也就理所当然的要降低了 说白了这不就是在割韭菜吗 从官方数据看去年底的时候 商业银行的净息差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的1.69% 净息差是指银行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差低了 就意味着银行赚钱更加困难 专家们说今年存款利率很可能还要继续走低 您想想看钱存在银行里利息越来越烧 我们手里的钱购买力也就越来越低 银行不就是在割韭菜吗 更可气人的是银行一边在降低存款利率 一边却在拼命向大家推销理财产品和保险产品 说什么收益高更稳定 这分明就是在忽悠人了 理财产品风险巨大 收益也不稳定 很多人最后血本无归 保险产品更是层层陷阱坑了多少老百姓 银行这是故意把大家引入歧途 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一切 银行存款利率的下调 其实只是中国经济深层次问题的一个缩影而已 当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 持续加大企业经营预阻 失业率攀升消费乏力 这些负面因素最终都会传导到金融领域 影响到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 更可怕的是为了拉动经济 政府很可能会采取比较激进的货币政策 比如超发货币来注入流动性 这就意味着通货膨胀的风险会加剧 物价会不断上涨 我们手里的钱将会变得更加不值钱 面对当前的金融形势 我们这些老百姓该如何维护自身利益呢 巴斯给大家提几点建议 第一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要学会分散投资是当配置一些黄金外汇等其他类型资产 而不是把全部家当都存在银行 第二对于银行理财产品和保险产品 一定要谨慎选择 不要被所谓的高收益吸引 一定要了解清楚产品的风险等级 选择正规机构发行的产品 第三要时刻保持风险意识 密切关注经济形势 不断学习金融知识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上当受骗 总之在当前的金融环境下 我们普通百姓更要擦亮眼睛 提高警惕切记 不要再被银行割韭菜了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祝大家理财顺利 钱袋子鼓鼓的 除了存款利率的调整之外 近期银行业还发生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大事件 比如说不少银行的营业网点被叫停了 就在上个月中国银保监会开始了 对银行营业网点的大规模整改 着手清理异地林庄的违规网点 所谓异地林庄就是银行在异地 非法设立营业网点的做法 这严重违反了相关政策法规 中心财经了解到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工商银行 这商银行等多家银行 都因为异地林庄被银保监会点名批评 已有数百家网点被叫停关闭 不过这仅仅是个开始 接下来银行网点的整改力度只会加大 还有一些银行更是遭到了监管层的处罚 如江苏银行被暂停开立新的对公结算账户三个月 朝商银行私自压低贷款利率 也受到处罚 业内专家分析此举显示 监管层对于银行业乱象的整顿力度空前 金融反腐力度也将加大 所以各位朋友这段时间 如果去银行办理业务的话可别感到太过诧异了 营业网点关停业务受限都是有可能发生的银行们被动了 我们消费者可就轻松了 随着存款利率的持续下调 银行理财渠道和产品线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银行正在大力推广资管产品将更多营销重心转移到这些领域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很简单 相比发放贷款和吸纳存款资管产品能给银行创造更高收益 近年银行贷款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 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资管产品业务无疑成为一条新的盈利渠道 以银行的理财产品为利 其收益率普遍要高于同期限 存款利率一到二个百分点 尽管投资风险也相对更高一些 但对于一些风险偏好较高的投资者而言 这样的产品就变得更有吸引力了 除了公募的理财产品 私募资管产品也是银行重点发力的领域 由于种类繁多门槛较高 私募资管能为银行带来更丰厚的手续费收入 不过私募资管产品的风险等级 参差不齐前在风险也更大 投资者需个外谨慎专家提醒 在选择私募资管产品时一定要对产品信息 发行机构托管银行等有全面了解 切记被一些夸大收益隐瞒风险的宣传所迷惑 为了遏制银行业的一些乱象 近期银保监会多次重拳出击对银行业务 和从业人员进行了严厉问责 比如针对一些银行利用空白贷款 进行违规担保融资的行为 银保监会立即祭出了禁令严令银行切实管控风险 对于那些通过内部人员携带存折 私自压低利率等违规操作 也都做出了处罚决定 同时银保监会还对不少银行的高管名单进行了调整 有的高管因失职独职 被免去职务 有的则是到任满期进行正常调整 总的来说这一轮人事变动力度很大 对银行的治理结构带来相当影响 业内人士分析此次监管层的狠招式 对银行业乱象和违规行为的警钟长铭 未来银行业的合规经营和风险防控只会更加受到重视 大家可以期待一个更加规范有序的金融环境 除了影响存款理财等传统业务 当前的金融形势还波及到了银行的消费信贷领域 有消息称近期不少银行开始控制 甚至暂停了部分消费贷款业务 以信用卡分期业务为例 今年以来不少银行都陆续上调了分期手续费 从原本的千分之一左右提高到了四到六不得 与此同时银行也在强化贷钱的资信评估 对于经营不佳还款能力不足的客户 基本上就无法货币分期 另外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等也面临同样困境 一些银行的审批标准已经变得非常严格 不少民众反映办理消费贷款的难度越来越大 从银行的角度看 此番吃紧消费信贷业务 是为了控制风险避免不良贷款进一步扩大 但对普通消费者来说 钱荒已经愈演愈烈没了银行的信贷支持 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都将受到一定影响 随着利率下调业务调整等问题的集中爆发 近期也出现了不少储户语 银行之间的维权事件和纠纷 其中因大额存单下架而引发的群体维权事件最为集中 比如有不少储户反映银行单方面收回或终止了他们的大额存单 无法按期赎回本息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资金使用计划 更有一些储户质疑银行在提前终止大额存单的同时 却没有给出合理的利率补偿方案令他们的实际收益大幅缩水 这违反了最初的合同约定 针对上述质疑不少银行方面表示 由于监管政策的频繁变化 调整存款产品属于不可抗力因素银行不存在违约的情况 但储户们并不买账 双方因此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 除此之外 私人理财资金托管等业务领域也时有维权纠纷发生 比如有些银行私人理财产品到期后拖延兑付 或者是资金托管环节发生 经手人员贪污等违规行为都给储户资金安全带来极大风险 总的来说如今银行维权事件此起比伏抗议声浪不断 分析人士指出银行与储户之间的矛盾加剧 暴露出银行业内部在合规性 诚信度风控能力等方面的系统性短板也反映出银行在产品设计和营销方式上存在不合理之处 需要进一步规范完善 就在利率下调存款萎缩之际 普惠金融事业也陷入了阵阵困境 多家银行反映近期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和个人经营贷款越来越困难 不少银行业内人士说 由于潜在风险加大发放小微贷款的收益并不会高于其他贷款业务 加之小微贷款的审批和后续管理成本较高 因此很多银行暂且选择了便而远之的态度 减少小微贷款的发放 无疑会影响到中小微企业的正常经营 甚至可能会使其现金流陷入 危机不少企业家和个体户反映 如果银行泄了弃他们的生意就难以为己 虽说近年政府大力推广数字人民币网络借贷平台等创新金融工具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 但现实情况却并不乐观 数字人民币推广缓慢现金贷平台屡屡被查处 导致小微企业的贷款需求并未得到很好满足 业内专家呼吁普惠金融事业义不容辞 银行不应该打了雄了信 他们建议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要出台更有力的政策措施 为银行发放小微贷款提供风险补偿减免税费等优惠 这样才能确保普惠金融不至于半途而废 在国内经济下行银行利率下调的搭背景下 我国还面临着较大的资金外流压力 一方面国内投资环境的相对个化 另不少资金选择了外流出去寻求更高收益 另一方面通货膨胀预期的升温也加速了资金向海外转移的步伐 从汇率的表现就可以看出一半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了持续贬值态势 今年以来贬值幅度越来越大 离岸人民币甚至一度跌破7.2关口 创下10年来新低分析人士指出 储货们对通胀的担忧正是汇率持续走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经济低迷预期凸显 政府有可能会继续施加宽松的货币政策 届时通胀压力或将加剧人民币贬值 预期也会随之上升 与此同时海外市场良好的投资回报率 也让不少资金蠢蠢欲动 譬如近期美国加息和债券收益率的上行 都为外资流入营造了友人条件 事实上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外资对国内债券的配置需求就出现了明显回声 面对外资流出压力 分析师表示监管曾采取一些资本管控措施 已是无可厚非的事 毕竟长期资金外流不仅会对人民币汇率构成压力 也将冲击国内的金融体系稳定到此为止 我们就银行存款利率下调 银行业务调整等一系列热点 话题做了比较全面的解读和剖析 回顾整个过程我们可以发现 一 银行业务调整的深层原因 就在于他们自身经营压力的加大 例如息差收窄贷款利润下滑等 所以不得不想办法节省成本降低存款利率二 与此同时银行业还频频推出新产品 例如大理向消费者推荐理财产品保险产品 以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 三 针对银行的一些违规行为 和乱象监管层的处罚力度也在加大 对银行高管团队进行了大调整 对违规分行和网点进行了整顿 旨在营造更加合规有序的金融环境 四 相较之下 普惠金融事业却遭受了阻碍 银行对发放小微贷款更加审慎 让不少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 未能得到满足 五 当前低利率带来的又一个隐患 就是资金外流压力的加大 通胀预期和海外市场高收益 吸引了大量资金外流 对国内金融系统的稳定 也带来一定压力 总的来说在目前的经济大环境下 银行作为金融行业的中间力量 正面临着诸多困境和挑战 这期考验着银行自身的经营智慧 也对监管层的政策储备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们老百姓作为金融服务的最终消费者 也要学会理性看待风险 审慎做出财务安排 切记盲目跟从 以免上当受骗 最后Boss 祝愿国内的经济形势能够尽快好转 让银行业能够充实活力 为百姓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同时也希望监管层能够在维护金融安全 和推动普惠金融之间把握好平衡 让普罗大众能够公平获得信贷资源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你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再见